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一兆美元市值晶片公司再次诞生。 博通股价12月中旬大涨超过24%,市值首次突破一兆美元大关, 也成为继辉达和台积电之后,全球第三家市值过一兆美元的半导体行业公司。 辉达的最新市值约3.3兆美元。 博通股价大涨是在公司公布了好于预期财报之后。 博通全年业绩显示,2024财年,全年营收达516亿美元,同比增长44%, 其中AI和VMware两大业务板块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VMware是博通几年前为入局云端运算收购的公司。 博通预测,2025财年第一季度收入预期为146亿美元,同比增长22%, 包括AI和网络解决方案在内的半导体业务推动了博通的增长。 该公司表示,2024财年,AI收入为150亿至200亿美元, 其中超过120亿美元,来自包括客制化人工智慧晶片, XPUASIC以及资料中心使用的网络设备收入。 这部分收入主要来自Google等超大规模客户的需求激增。 Ondia半导体产业研究总监表示, 几乎所有的云服务提供商的自研晶片都需要用到博通的ASIC晶片服务。 其中也包括主要的头部人工智慧开发平台。 据博通披露的公开讯息, 目前Google和Meta是该公司ASIC客制化晶片最大的客户。 12月上旬有讯息称, 苹果公司正研发专门为AI设计的四伏器晶片, 并正与博通合作开发该晶片的网络技术, 预计到2026年可量产。 今年6月也有讯息称, 字节跳动正与博通合作开发人工智慧客制化晶片, 以确保高阶晶片的稳定供应。 对于该讯息,博通方面均未予以确认。 不过,字节跳动和博通至少从2022年起, 就是业务合作伙伴。 博通在公开声明中表示, 这家中国公司已经购买了博通的 TOMAHOKE 5奈米高效能交换机晶片, 以及用于人工智慧计算机机群的 杯礼交换机。 另据对字节跳动网站招聘讯息的查询, 字节跳动此前已经发出了数百个 与半导体相关的职位空缺, 其中包括ASIC晶片设计师岗位。 由此可见,科技巨头自研晶片正在成为趋势, 这有助于摆脱对挥达高阶晶片的依赖。 从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技术条款来看, ASIC晶片似乎始终被排除在外, 博通也因此持续受益。 博通从去年起, 业务就开始受AI增长的驱动, 但今年较为显著地反映在业绩上。 有业务人士表示, 挥达的AI晶片市场主要是面向通用型GPU, 市场空间仍然存在。 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 挥达中国市场的营收占比 从2019年会计年度的约24%降至目前的约13%。 而今年以来, 博通股价累计已经实现翻番, 该公司预计其客制化AI晶片的需求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增长。 博通执行长陈富阳在财报发表会上表示, 他预计人工智慧市场将有望在2027财年 为公司带来600亿至900亿美元的收入。 除了AIASIC晶片之外, 博通还有一张能抗衡汇达帝国的王牌, 也就是他的网络连接业务, 这也是巨头积极拥抱博通的原因。 四年多前, 挥达豪至69亿美元, 成功将网络基础公司Mailinux收获囊中。 挥达占据了全球GPU市场很高的份额, 而Mailinux则在高速以太网卡, 网络互联设备市场排名第一, 两家公司的合并对超算、 人工智慧、互联网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挥达创办人执行长黄仁勋在公司宣布收购, Mailinux后表示, 两家公司合并能够加速创新, 他们也会持续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合作, 比如博通、思科等, 以及其他的网络公司, 他们希望能够促进运算的加速。 挥达凭借私有专用网络协议, NVLink技术, 以及对Mailinux的整合, 构建其CUDA软体之外的又一条户成盒。 NVLink是一种高速、低延迟的互联技术, 其4.0版本目前的速度, 几乎是传统网络总线构架, PCIe Gen5标准速度的三倍, 能实现GPU之间的高速资料共享, 从而大幅加速运算任务的执行, 使得多个GPU更快速的协同工作, 提高并行运算效率。 此外,在优化GPU与CPU之间的资料交换, 增强系统的灵活性与扩展性, 提高系统的能效比以上, NVLink都具备强有力的竞争能力。 由于NVLink强大的互联特性, 让挥达GPU集群的生态圈难以撼动。 2020年,中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 在批准挥达收购MainLinux时, 特意附加了限制性条件。 在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 批准挥达公司, 收购麦洛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 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中, 列出的条件包括, 在向中国市场销售挥达GPU加速器, 与麦洛斯高速网络互联设备时, 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搭售, 或附加任何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阻碍或限制客户单独购买或使用其中一类产品, 不得歧视单独购买一类的客户。 依据公平、合理、 无歧视原则向中国市场继续供应相关产品, 继续保证挥达GPU加速器 和麦里纳克斯高速网络互联设备与第三方设备的互操作性, 继续保持麦里纳克斯设备点对点通讯软体 和集合通讯软体的开源承诺等。 据市场人士表示, 由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对于挥达收购, 麦里纳克斯附加了限制性条件批准条件, 给博通等公司的网络互联产品 在中国市场上流出了很大的市场空间。 这意味着, 未来博通也有望协助客户 构建类似NVLink加Melinux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发挥云服务商自研XPU加超高速互联机群伺服器的优势。 总体来看, 随着博通为云端运算厂商客制化更多AI晶片, 一些厂商可能减少对挥达晶片的依赖, 有市场投资者担心挥达未来的晶片需求可能有所缓解。 不过, 业内人士表示, 挥达的AI晶片市场主要是面向通用型GPU, 与专用客制化的ASIC晶片有本质不同。 ASIC晶片往往只针对特定客户的某种特定功能、 特定任务开发, 而无法做到通用的场景, 一般都是公司自用为主。 因此, 对挥达整体需求的影响不会很大。 但其同时认为, 未来挥达晶片的出货量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 随着博通为云端运算厂商客制化更多AI晶片, 业内预计, 博通通过卫云服务提供商构建专用AIASIC晶片, 科技巨头未来有望进一步摆脱对挥达晶片的依赖。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